观点 时事 教育 生活 财经 科技或流行 让我们分享不同的观点 拓展我们的眼界 将敬酒 杯莫停 陈夫子 烹茶煮酒 谈人生百态 看世事变化 各位德州中文台的听众们大家好 我是陈夫子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 观点和立场 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的表达 大概可以分为事实和观点 事实可能会有真有假 观点就是你对一个事实的看法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就是观点不一样 事实其实有时候也有真也有假 因为你看的位置不一样 但是事实是独立于人的判断的 它客观存在那里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 有时候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 有很多复杂到你没有办法判断的事实 譬如说 你看一个圆柱体的正面 你可能会说这是圆形的 你看圆柱体的侧面 你可能会说是一个方形的 就好像一座山 你横看的时候 成岭 侧成峰 就是横看成岭 侧成峰 就是不一样的角度 当然了 就是说总体来讲 你无论怎么看 有时候这事实 是不会很大的争议 争议的是观点 有时候你站的角度 和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 对事情的理解 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不一样 你的观点就不一样 那立场是什么呢 立场就是一个被位置 和你利益影响的观点 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你问我今天冷还是不冷 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说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也许我觉得不冷 你觉得冷 每个人身体 因为都不一样 你生活在北方 和生活在炎热南方 都有一个冷跟热 的看法和角度都不一样 那事实上怎么样 事实上说我今天是零度 那就没办法改变 这就是事实 零度 那对于零度来讲 你的体会是冷还是不冷 热还是不热 那就是个人而已 但是立场呢 也许有些人说因为 我们的报道 或者说我们的看法 我们就觉得 今天就是很温暖的天气 你不能够改变 那就是立场 也譬如说 你对一个人 对一个家庭 对一个团体 一个组织 一个国家 你的立场 一定要支持他 无论他怎么讲 他都是对的 所以 我们看到很多政党之争 无论在哪个国家里 特别在美国 你看到民主党 共和党 他们会很多意见相争 很多观点不一样 但是呢 只要是党的立场 规定这样 你就跟着他走 这就是立场 当你在通过一下某一下什么决议 党的立场是什么 你就要用户 要跟着他走 如果说 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工作 或者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公司说 我们今天要报道什么东西 或者说我们今天 要规定什么东西 一定要遵守 你一定要支持这个立场 那你就说 无论他对还是不对 你都不能够发表你的意见 你只能够支持 当然 有时候 有些立场 假如说 一个国家发生很重大的问题 很严峻的事实 可能很多人的立场就会改变 大家都把 所有的观点看法 都抛弃 结果 大家同一起 我们的国家 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就是一个立场 同一个立场 观点是可以 辩护的 辩论的 无论你怎么看法 大家都可以讨论 但是立场呢 很多是 没办法辩论 没办法改 因为 你已经固定了这个立场 比如说 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 无论他做什么事情 我都一定要支持 不管对和错 就算他错了 我还是支持他 这就是立场 因此 你不能够跟那些 有立场的人 固定的人 来辩论 因为没办法辩论 能够辩论 能够争论的 就是观点的不一样 看法不一样 这个大家都可以讨论 所以你在跟一个固定的立场的人 你是不能够讨论 不能够辩论 譬如说 某一个国家 他事实上的生活水平 一百块钱 是他的一个月的收入 这就是事实 那么 你问他们说 幸福还是不幸福 对于固定立场的来讲 他一定说是幸福 因为规定 你就要说我们幸福 但是很多人就会 根据他们的收入 看他们生活的现状 来分析 他幸福还是不幸福 这样的话 就会很多看法 很多观点不一样 大家都会讨论 在研究 这是可以通过很多的 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大家展开辩论 这是正常的 但是 如果说 你遇到对方 他的固定立场 我们就是幸福 没办法辩论 那就是说 立场跟观点是对立了 你没办法跟那些 有固定的立场 去辩论 因为 没有结果 没办法辩论 同样的 如果你说 因为他是我的家人 他是我的兄弟姐妹 无论他做什么 都是对的 就算他去打别人 你只能够说 很多原因 他为什么去打 但是 你打了人 这已经是事实 甚至 你可以分析下去 除了打人是事实之外 他是去别人家里打 跑到别人家里面去打 还是在外面 路上遇到的打 遇到的打是冲突 因为两句话 大家说不好去打架 那就是冲突 如果你到别人家里去打 殴打别人 抢别人的东西 破坏别人的家具 家庭 那就不是说一般的打架 是冲到别人家里去的 是不是这样 这是事实 没办法改变 但是 有些固定立场的说 很多别的原因 怎么怎么怎么 就会他辩护 不能够说他错 他就是对的 那这样的话 你没了辩论 所以 我们看到网上很多那些 因为现在手上 很多的电子工具 互相在讨论 在辩论的时候 为什么 大家吵得那么厉害 很多观点都不一样 互相在吵 就是因为观点不一样 而且 有些 他持有的不是观点 而是立场 这样的话 你再争论下去 你完全没必要 可以避免 避开 不去讨论 不去争辩 因为你没办法争辩 就是说 不要和有位置 和利益相关的立场 他有这个 位置和利益相关的立场的话 是没办法辩论 你不要去辩论 因此 我们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遇到很多观点 不一样的 对一个事实的看法 从你每个人的角度 去讨论 去研究 这是很有益的 就算大家真的 脸红耳赤 都可以 互相包容 这个观点 不一样 因此 观点跟立场 其实 是不能够 一起来说的 所以 我们为了避免 在生活中 遇到的朋友 和家人 观点 立场 不一样的时候 你先分清楚 什么是立场 什么是观点 什么是事实 然后 你才能够得到 你应该怎么去做 免得大家伤了和气 免得伤了亲情 谢谢大家 我是陈父子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 观点和立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